隆伯兄的早午餐,有一位回到高雄創業的青年林正宏 他對國中開始就對美設是很有興趣 他也學了10年的都給賽亞,就要回到高雄創業 一開始很辛苦,若是沒聽到也沒聽到 後來漸漸對參加比賽,以及都給高雅東中來累積經驗 現在已經是一位工資生,超規模的都給創作賽亞 青春把一個還有一個特劇品黏出來 他是20年做特劇工夫的工作者林鄉鴻 雖然回到高雄創業,是因為他自小孩,會加到他美術 經過10年訓練,決定自己創業開工做事 雖然一開始是這麼辛苦都沒收力 但是他一直堅持到現在,才有這種好的心理 我從大概國中畢業之後就開始進入陶育工作室當學徒 然後在工作室整整呆了大概10年左右 然後裡面有學習很多的技法 然後很多的騷擾方式 在婚人倫背,是比較多人會來享受這種特劇創作的藝術品 選擇環境創業,不但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也是一種會開高雄創新手藝的握心 我會選擇回來自己的地方是因為第一點空間的問題 因為設立工作室,因為有蠻多的設備需要大一點的環境 在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地方 然後把這些技術可以傳承到更多 讓很多人認識這個技術,這個藝術的東西 創業一開始,是最辛苦的時候 創到各種比賽,又有學校的特劑教學 才慢慢履一邊去 而且有牽手跟別母的大小姐姐 才讓林鄉鋒有信心和毅力堅持下去 讓我很感動就是他可以說 沒關係,你努力的創作,我非常看好你 有時候作品燒得不好的時候會很沮喪 或者是怎麼樣的時候會很心情不好 但是我就覺得說沒關係,我陪你一起走 因為我覺得一路上有伴,他就比較不會那麼孤單 萬一回來告鄉,生日剛做事是非常不簡單 現在有了穩定的修理甘明期 他也希望鑽給家鄉這種不一樣的氣氛 讓他們除了接受,也會發生去興奮藝衊品的美麗 記者,鄭怡婷,插風報道